某天,狐狸猫和小树蛙正在厨房准备要炒菜时 发现炒菜用的沙拉油快没有了 因此,它们决定去附近的超市买沙拉油 顺便添购家里需要用到的东西 狐狸猫说 刚好家里去屋用的去自油也快没了 等等顺便在超市买一买吧 小树蛙灵光一闪 说到去自油 狐狸猫,我们来想想看油具有什么特性呢? 荧幕前的你也试着写写看吧 狐狸猫想了很久 说,我认为油具有可燃烧和不容于水的特性 小树蛙点点头说 这是个不错的想法 我们明天就用这三种常见的油来思考并实验看看 这三种油都是有机化合物 而且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分类哦 隔天一早,狐狸猫和小树蛙便迫不及待跑到学校的实验室,并把实验要用的三种油放到桌子上 狐狐狸猫说 我记得之前有学过常见的有机化合物分类 包含丸类、纯类、有机酸和脂类 每一种都有不同的组成、制备方式以及特性等 小树蛙点点头说 没错,我们先来看看要实验观察的这三种油 并针对它们的特性做比较吧 昨天狐狸猫提到 它认为油具有可燃烧和不溶于水的特性 所以我们可以来实验这三种物质的可燃性和溶解度 除此之外 也可以透过物质的气味、外观颜色、流动性、挥发性等性质来观察 于是小树蛙便在黑板上画出表格 准备用来记录实验结果 狐狸猫说 刚刚我们有复习过有机化合物的分类 那你知道这三种油分别是哪些种类吗? 我们先来看看去自油吧 去自油的成分是由不同的丸类组成的混合物 你是否还记得丸类有什么特性呢? 狐狸猫想了想 回答 丸类不易溶于水 而且在空气中完全燃烧后 可生成二氧化碳于水 接着是干油 干油又称丙三醇 是一种醇类 而沙拉油则为脂肪的一种 属于脂类 可分解成脂肪酸和丙三醇 狐狸猫好奇地说 原来是这样 这个实验的观察结果 会不会跟有机物的分类有关呢? 小树娃笑着说 这是个很好的想法 我们这就来试试看吧 狐狸猫想先观察三种油的气味和外观颜色 于是 它们先取出三支试管 分别加入等量的去自油 干油和沙拉油后 开始观察这三种物质的外观颜色 并逐一删闻细味 狐狸猫观察到 去自油和干油都是无色透明液体 而沙拉油看起来则是黄色的液体 至于山文的味道 去自油闻起来有一股刺鼻 像汽油的味道 干油和沙拉油闻起来则没有味道 而三种物质中 去自油最容易流动 干油易于流动 沙拉油则是缓慢流动 于是小树蛙便帮忙将刚刚观察到的结果 记录在黑板上 狐狸猫接着问 如果想观察物质的挥发性 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将三种物质 分别各滴一滴在波片上 观察它们在空气中的液滴大小变化 如果液滴逐渐减小 甚至消失不见 就代表物质已经挥发到空气中了 也就是部分物质在低于沸点的环境下 人会自液态逐渐气化的过程 过了一段时间后 狐狸猫发现去自油已经全都挥发掉了 但干油和沙拉油都还在波片上 接下来 我们来观察物质的可燃性 小树蛙在刚刚装有去自油、干油和沙拉油的试管里 各放入一条棉线 等棉线沾湿后 用镊子夹取 并以酒精灯点燃 观察三种物质的燃烧情形 狐狸猫发现三种油都可以燃烧 具有可燃性 其中 去自油最快速引燃 干油易燃 而沙拉油则不易点燃 最后,我们要来观察物质的水溶性 想一想 你觉得可以怎么做呢? 狐狸猫认为 我们可以在试管中加入水 观察三种物质的溶解状态 于是小树蛙拿出三只干净的试管 先分别加入等量的水 接着各滴入一滴去自油、干油和沙拉油 先观察物质与水的互溶性 狐狸猫观察到 去自油似乎无法溶解 干油滴入水中后 看起来会溶解在水中 而沙拉油则和去自油一样 会浮在水面上 接着 在分别于三只试管中 加入更多的测试液体 并以波棒搅拌 观察试管内的溶液 在搅拌前后的变化 狐狸猫发现 去自油难溶于水 沙拉油和水搅拌后 会出现明显的分层 而最让他惊讶的是 干油竟然可以溶解在水中 狐狸猫还以为油都难溶于水呢 小树蛙补充说明 并不是名称中有个油字 就属于油哦 油具有可燃烧和不溶于水的特性 像刚刚做实验用的干油 属于醇类 从实验中也可以观察到 干油可以溶解在水中 所以干油并不属于油 而常见的去自油 汽油或石油 其实也不是油 但因为石油原本就是 黑色粘稠状液体 才会将其分流后的所有产物 通称为各种不同的油 跟我们所学的 类类的油脂那种油 并不相同 因此性质才会有所差异 狐狸猫恍然大悟地说 这么一说 我才想到酱油也有个油字 但可溶于水中 所以酱油也不是油 小树蛙笑着说 没错 狐狸猫很会举一反三哦 狐狸猫将今天的实验结果 做了整理 去自油 干油 沙拉油 分别属于丸类 纯类 纸类 各类型物质的特性 如下表所示 一般有积物所指的油 主要是指纸类的油 而广义来说 难溶于水的丸类 也可泛指为油的另一种类别 油具有可燃烧 和不溶于水的特性 因此干油不属于油 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吧 想一想 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 属于真正的油呢 而它们之间 又有哪些不同的特性呢 欢迎把你的发现 留言在影片下方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